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做蒜香面包 酱母先用温水化开 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 高筋面粉,加一些杜兰面粉增加面的香味 没有杜兰面粉的话,可以用全麦面粉代替 或者全部用高筋面粉也可以 糖,盐和油 加入酱母水 用刮刀搅拌之后,你的手上不见水,它就不会特别粘手 揉到看不到干面粉就可以了 这个是比吐司面团稍微硬一些的面团 目的是最后整形的时候比较容易 而且做出来的面包层次分明 饧面20分钟 20分钟之后,回来揉面 面团在你的眼皮底下,一不留神就光了 你可以继续揉面,倒可以拉出薄膜 但是这个配方揉到光面就可以了 它的支撑力量就够了 继续饧面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现在来做一些蒜蓉 一整头蒜 一整头蒜 切掉下面硬的部分 拍一下 去皮 然后切碎 如果有压蒜器的话,也可以用 一点点葱白 开最小火,加入黄油 黄油刚刚开始融化,放入蒜末和葱花 如果用的是有盐黄油的话,就不用放盐了 放入盐 小火炒5分钟左右 让蒜的味道和黄油完全融合 同时蒸发一部分水分 炒好之后,蒜末基本上没有变颜色 然后盛出来放凉 这个时候面团已经发起来了 第一步排气 然后四等分 拿一个小面团 拉出光面 同时也就滚圆了 擀平 擀面杖送出去,它也是一个排气的过程 擀到大概和手掌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就可以了 放到烤盘纸上 涂上刚才做好的蒜蓉黄油 再放一层擀好的面片 第二层 第三层 最后一层 用一个圆形的器皿 在中间压一个印子 我们今天做八个滑瓣 给它八等分 先切出一个直角 再一分为二 拿出一个滑瓣 中间切一道 这一道要切得稍微长一点 这样更能体现它的层次 翻出来的花会更漂亮一些 两个手拿起面片 向外卷两圈 把后面捏起来 再把后面捏的折子压在下面 用手轻轻把层次打散 一个花瓣就做好了 再看一个 做好之后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中间是一个星星的形状 你可以直接放在烤盘上烤 我用了一个铸铁锅来烤 上面盖上保鲜膜 继续发酵45分钟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已经发起来了 涂上一层蛋液 我只刷了表面需要它亮的地方 里面的层次我不刷蛋液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按照屏幕显示的时间和温度烤制 出炉之后 这个面包的颜色非常漂亮 而且露在外面的蒜蓉烤出了冰黄色 它也不会糊掉 从铸铁锅拿出来就可以趁热吃了 上面这一层焦黄色的面包 它是非常酥的 里面软软的面包 配上黄油炒过的蒜蓉颗粒 每一口都让你回味无穷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集再见